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牛奶 牛奶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维生素D 一般美国的这边的牛奶 就是大家还不用太担心这个会有三次氢胺 所以说就是这种这种有机的牛奶 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摄取 一般来说就是在美国这边产的一杯牛奶 大概有100个国际单位的这样一个维生素D 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含维生素D比较多的呢 就是蛋黄 那么我们就是大家可能有时候吃鸡蛋 会觉得哎呀这个会担心长胖呀 所以我就只吃蛋白不吃蛋黄 那其实我们知道蛋黄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就是每天要吃一到两个鸡蛋 对我们身体是非常好的 然后就刚才我们说到晒太阳 晒太阳那个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补充维生素是最好的 那么我们说在食物中补充的维生素呢也不错 但是呢就是我们说靠靠这个饮食 靠这个补充剂摄取的维生素D 现在的研究看来呢 好像是对于改善骨质疏松呢 就是效果并没有那么大 其实呢就是大家因为也是这个关于维生素D 和这个这个骨质的盖的这个成绩的这个研究也这么多年 但是这个老年的各种骨质出松呢 一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那曾经有很多的药物 比如说就是抑制这个破骨细胞呀 然后那么希望能够减少这个这个骨质的这个被虫吸收 但是后来发现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骨痛呢是要不停的被改建 你如果就是不让这个成就的骨质被吸收呢 这个骨痛呢虽然可能钙质比较多 但是呢它的脆性也会比较高 所以说就是在补充钙质的同时呢 然后我们也建议大家补充这个硫酸软骨素 就是增加的这个我们这个骨质的弹性 所以说总体来说这个补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我们知道维生素D绝对是对我们身体好 所以说我们要从阳光中天然去摄取维生素D 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食物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通过吃一些冷水的这种深海的野生鱼 然后吃这些肝脏吃蛋黄 那么这些都是可以从食物中给我们就是比较好的这个维生素D 然后另外呢就是植物性的食物呢 它也有一些维生素D 但是这个维生素D一般是以就是维生素D2的形式存在 它不像我们鱼油和这个鸡蛋呀或者肝脏里面 它是维生素D3 维生素D3的更强一些 但是维生素D2也是不错的 也是有效的 所以说比如说这个木耳呀或者是香菇呀 然后还有棗类那么这些呢也是含有这个维生素D2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